用高公公视角打开狼牙榜 那真是我笑了我装的生死看淡随时变换 大家好我是高湛 我老板是个皇帝我在宫里当个助理 但在宫里这么多年我明白一个道理 在这宫里那是池子浅王八多出门遍地使大哥 更恐怖的是大哥手里权力多 嘎你一个跟嘎之羊差不多 所以在宫里当他那种管 比埋头苦干好好工作 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呼吸 在皇帝身边活下去 可想在皇帝身边活下去实话实说不容易 你也必须得学会不支持不反对 不选择不得罪 那是看准时间或吸你 非让你回答你就笑呵呵 你脑子里唯一需要考虑的终极话题是什么 是此时此刻皇帝到底在想什么 就比如前两天皇上给豫王加封王珠两颗 这本来能加封两颗王珠也没什么 可关键问题是豫王跟太子争斗多年 现在这豫王想当太子的心情了 那就跟喝了酒一样十分胜利 他是把想当皇帝的这个想法 写得满脸都是四个人都能看见 就在这种情况下 那天豫王加封完 皇上突然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刚刚只不过是加此给景桓两颗王珠 越是和太子的脸色可是难看得很 你可看见了 我看不见那是不可能的 我刚刚就站在你旁边 我肯定是看见了 但皇上这一句话拉出了四个大哥 太子月贵妃欲望和皇后 面对大哥一般咱就执行不战队不得罪的原则 皇上刚才说太子月贵妃脸色难看小心眼 咱是只能夸不能变 而且在夸的时候 咱还得当皇帝的后宫嘴T 告诉他您为什么这么选 于是我说 豫王身负圣命带陛下群世 江左十次周历时数月劳苦功高 这是陈述事实夸豫王 但没有贬低太子 然后再补一句 豫王得的赏赐也是应该的 这句话就是跟皇帝老板站在统一战线 说明皇上赏赐豫王是对的 就是太子和月贵妃小心眼 这样说呢 我就既回答了皇帝老板的问题 也没有得罪后宫任何一方的势力 但我真是不知道今天落了是什么事 慧客 我刚回答完 皇上又突然跟我说 他们去争一个什么麒麟才子 就说得知便夺天下 你也注意啊 只要皇帝跟你提天下 你就什么都不要说 你只需要记住恋上笑呵呵 内心的话不能播 最关键的是 不管皇帝跟你聊什么 只要是关于那把龙椅的 你只需要装傻冲冷笑就得了 接着皇上又跟我说 他说江湖那个麒麟才子 不过就是一件白衣 说真的天下 其实他能拿去就拿去的 还问我这事是不是个笑话 这件事不管皇帝说什么 你都得抵抗住了不能回他 只要皇帝说天下 那把也包括刚刚那句话的标点 符号都是他的 在皇帝面前 现实你有争夺天下的能力是灾难 现实你有分他天下的权力是惨案 所以我们怎么办 只要你傻笑 他就不会与你为难 人都说爱笑的孩子运气不会太差 但皇帝有一个孩子 他是从来都不笑 跟皇帝的关系 处得就像杀父之仇还没报 那天 这孩子从西山营换房回京 还没进到宫里 就被太子一句话 堵在了店外面 站了一个多时辰也没有进 说来呢也是不巧 这孩子跟自己亲爹 处得像杀父仇人 跟自己的亲兄弟 也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 他玩那一战 整个那个气质那个feu 就像从石头缝里 刚蹦出来的天生天样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但我知道啊 这孩子之所以不能笑到 皇帝的心坎里 主要是因为十三年前的案子 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但不管怎么说 咱们这大内总管做的 还是要遵循我们自己 不站队不得罪的生存原则 我在皇帝老板欣赏完了 太子送过来的字画之后 我一边收拾桌子 一边看似五心的提了句 冲击王还在公外后旨呢 您不宣他吗 瞧瞧 我这事忘了 选择此时提起靖王 我们一不会得罪太子 因为他的殷勤 皇帝陛下已经欣赏完毕 二 我们完成了本职工作 但内总管也不是不做事 我们还是需要提醒皇帝 他还有一封 唯独邮件正站在门外后旨 三 提醒皇帝需要合适的时机 他的心情还不错的时候 我们就弹出这个消息 可是孩子一进宫 也是敬老社会可 那太子问他 你为啥过来风尘仆仆的 就不能回家收拾 捣吃一下再过来面见父皇吗 那靖王就说 他是接到了旨意 命令三日之内必须入境 这上来就是拿皇帝的圣旨压太子 太子一听当然是生了气 站在旁边刚反击两句 奉险无事的豫王也加入了阵地 说太子脾气不好 非要给景眼之气 那效果真是三个皇子一台戏 一来二去你一句我一句 但就是这么一个 被豫王和太子连着怼的皇子 竟然在几个月之后 不妄刑部安排自己的妻子 那个主笔叫什么 刑部主司 蔡全 对 蔡全 激魂 好像是冒犯人 散开